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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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 可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这样建议 后来他回去之后 他就转换了一个工作单位 是跟大家一起的 后来他就觉得开心多了 还是做新闻 但是是跟大家一起 对对对 就是跟一个team 都好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 就是说这个工作环境 让他开心得多了 所以其实像这个测试 测得蛮细的 像以学生来说 其实那这样说 您怎么看这测试 其实他应该蛮准确的对吗 他的准确性很高 因为他们这个测试 他们有就是 就是trace大概6000个人 所以呢 其实这个准确性是99%以上 像我们在跟家长 go through这个测试的结果 因为他会像一个 这个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 就是有那个不同的bar 高跟低 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家长都会说 好像算命哦 就是好准哦 对其实呢 这个而且我觉得 这个测试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可以测出 学生的这个学习管道 有些人会讲 我的成绩不好 不是读书的料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测出来 学生成绩不好 但是他的学习管道 是非常好 他是非常能读的孩子 只是他从来不读 像他可以测试出 学生学习管道 比如说你阅读就吸收的 频率高不高 或者你要用听的才能吸收 或者你要靠经验 或者你背 就是背东西的这个能力强不强 我们常测出来小孩子 读书吸收的 就是可能百分之九十几 可是他从来不读啊 然后他用听跟吸收的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差 所以他每天去上学 他没有读 老师一直讲 他也听不懂 所以变成他的成绩就很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小孩子说 你不能说你不是读书的料 因为证据都在这里 对对对 原来准确率这么高 这个还能测试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学生去测试的话 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家长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说 试试看 对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 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 了解我们自己 做一个更有用的人 谁都希望自己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对 而且也就是 价值的人 潜力要拿来用啊 你最强的能力 当然要拿出来用 你才能够更成功嘛 人才会更高兴 快乐嘛 快乐 OK好 下面一个单元 欢迎您收看 我们继续跟江主任 谈大学的申请 待会见